分享一下我因着神的恩典 神赐给我的恩典 神赐给我最大的恩典 就是我这次能够再次地回到韩国 向大家与大家见面 原来呢 我实际上我是一个非法打工者 在韩国的身份是怎样 感谢神怜悯我 让我在韩国呢 能有一个这样合法的身份 并且呢 有一个美丽的妻子 感谢我的神 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真的原本觉得不算太重要 但是我现在觉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大家一直为着我这个事情而祷告 真的是特别的感谢 我从这上面得到力量 真的一路走来呢 伴随神的恩典 这是数之不尽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 就给我不太长时间 所以我简短的就说一下 我这次得到恩典 起初我打算回去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信心 当时就打算回国吧 然后心里就想着 回来估计没有太多希望 然后找了很多旅行社 都说 你这个恐怕不行 就算是花钱 也不一定能够行 因为现在 因着新冠 不愿意他给办签证 而且 我曾经非过法 就更别提了 还有呢 就是同伴签不好签 这么多事情 就跟我说的 我基本上 我就当时 我都想在中国 直接找工作了 我甚至去办的时候 去中国 也感谢荣明大哥 真的 告诉我说 去那个找那个 就是 就代办处 直接找代办处去办 但是我去那办的时候 他们那个眼神 就告诉我 你别来了 你来干啥呀你 他告诉我 你别来了 我说我办不成 我再来签诶 他说 你坏家 你坏家办 我当时我心里头 我不知道 怎么去说这个 一种悲 就算是我办不成 我现在回到中国 我也是 我不是一个罪人 我没有犯过法案 你为什么这么样扫我呢 我真的当时 我就心里头说 我心里有的你没有 我相信我的神 然后我就这样的 真的神就给我 恩典就办成了 我没有多花一分钱 我也没有 我没有 就是找过别的人 去拖过谁 真的就是这么样的恩典就给我 我真的特别感谢 然后 我就当时就特别想回去报复那帮人 特别想回去报 跟他说 你看我 你看我 我办成了 但是这个时候有声音在我里面说 我赐给你恩典 不是叫你在众人面前去彰显的 我赐给你恩典 是希望你通过这恩典去帮助别人 我当时真的是 我当时真的是满心里只有感谢 所以带着这份祝福回来 希望大家在没有信心的时候能够依靠神 尤其是现在在国内的葛阿姨 还有高阿姨 甚至还有王法子们 我希望真的 只要我们相信神 祂就能够让我们的想法上去 只要我们愿意去依靠神 虽然不容易 但是 这是我们相信神唯一的办法 好 我就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 谢谢